就是说一个人呢 他要想成功或者做点事情的话 应该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 而不是要努着劲的 非得在当前的时间去做以后的事 所以有的时候呢 大家学习痛苦的有一个根源 是因为说你还没有学会走呢 马上就逼着你去跑 还没有学会用呢 先去读圆满 这时候你就会痛苦了 但咱们后面呢 会逐渐的把这种学习的流程给他变一下 起码Stress2学到现在 你不会觉得难吧 OK 不多说了 我们把这个Stress的标签呢 通用的这种标签就讲到这儿 原来还讲了 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Push的实验 这里面好像包括了 你要想做的话 自己去做 后来一想呢 也没什么用 就不再课上时间讲它了 好 最常用这几个 Property Set Bean Param 没了 OK 下面我们谈控制标签 控制标签 我们重点呢 就讲前面两个 Subset呢 你自己去做实验 留做你的作业 相当简单 一会儿我给大家简单谈一下就知道了 OK 我们先来看控制标签 if-else和else OK 往这看 说S Property Value等于 井号 Parameters A-0 这地儿呢 我需要讲一下啊 这地儿我需要讲一下 这个 大家知道 Parameters 代表的是我们的 一个 参数 对不对 这东西呢 是放在Action Context里面的 来看一眼啊 把S Debug调出来 S 提示 提示起来速度这么慢呢 人家这是华硕笔记本 我得让它提示的快一点 这应该是怎么配啊 叫Content Assist 是吧 Java的Content Assist 提示的Auto Activation Delay 200 比较100 Auto Activation For Java 这个应该多加几个 网上有篇文章是说 你写任何字符 他都会给你提示 那个 大家感谢 可以自己查一下啊 我有点 不太记得 那篇文章叫什么名字了 刷新 我们来看Debug 大家看这里 在我们的Action Context里面呢 它有一个 有一个key 叫做Parameters 就在这个Parameters里面 大家看里面装的什么呀 UserName等于什么 Pisword等于什么 也就是装了我们所有的 传进来的参数 那这事就简单了 现在呢 我要想 拿这个里边的A值 对不对 我当然要传一个A值进来 大家看这里 在后面加一个就行了 A值等于 比方说A值等于9 好 好 这时候我就能拿到里面的值了 我们看这个Parameters里面的情况 A值等于A值的A值的值是什么东西啊 找到Parameters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点 大家看这里 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A值 它只是一个值吗 你看它带中括号的 同学们 是一个值吗 它不是 它是一个集合 对不对 为什么呀 这还不简单 因为A值我们是不是可以传俩值 传一个20在 走 我们再来看这个debug A值等于 显示的并不是特别清楚 啊 嗯 password等于 A值等于 显示的并不是特别清楚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来取呢 我们直接把它输出出来不就得了吗 直接输出A值 不输出A值0 刷新 大家请看 看到了吗 是不是A值值 当然它传进来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的 它是为什么那里显示不清楚呢 因为刚才你看到了 它显示的是一个 A值是一个字不串类型 这个很正常 在HTP里面 所有的传递的参数都是字不串类型 除了上传文件 下载文件什么的 你在这里面传的全都是字不串 所以真正传的时候 它会转成一个字不串 用斗号隔开 指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字不串 指的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字不串 听懂了吧 但是呢 Stress2帮你做了处理 Stress2呢 会把它当成一个集合来对待 把它当成集合对待有一个好处 大家想一下 我就直接可以进行迭代了 或者直接取第几个值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对吧 默认的情况下 它取的应该是第一个值 不过 请记住了 永远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用第一个值的时候 一定要精确的给它指出来 不然的话 可能会出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们往下看 sif test等于 指的是 能不能满足这个条件 test等于什么呢 警号parameter 4.age0 小于0 类似我说你age传进来的值 如果是小于0的话 我就说你是wrongage 什么意思啊 你这age出错了 elseif selseif test等于 警号parameter 是age0 如果小于20的话 我就说你太年轻了 too young 太年轻了 还不足以 嘴上眉毛 办事不劳 还不足以去办一点事情 接着去锻炼 好 else yeah 你就是这个 Mr.Right now OK 可以了 这个测试呢 其实非常简单 他说出来too young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第一个数据来的是一个9 9小于20嘛 不过你要一不小心 写成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一不小心 你写成了个age 没有取那个精确的值 不管他里面传进来几个啊 不管 哪怕就一个 你要取那个精确的值 刷新 你发现他变成ye了 发现了吧 他变成了ye 这问题就莫名其妙了 因为他很可能是用字符串里面的那个 字符串表达出来 英特类型的那个值 字符的那个英特类型值 给他跟他去比较了 所以你要想比较清楚 一定要写 精确的 这个位置 好的 在这里 我想 大家伙就可能能够看得出来 set的作用了 大家看看 每次我都要敲 警号 parameters age 零 我烦不烦 每次比较都要敲 太烦了 告诉我是不是可以用set了 怎么写 sset 然后呢 vr等于 age 跟其妙专门的名字叫age就行了呗 value 等于 我就写一遍 警号 parameters .age 零 sit完了 那么大家想想看 我下面要用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这么写了 警号 age 刷新 初音 没问题吧 这时候就可以这么写了 ok 怎么了 有疑问吗 有问题出来 没事 这里为什么用警号 这还不简单 因为你set完了之后 大家还记得吧 他放到了action context里面 所以你 在action context里面 当然我要用警号 还有其他疑问吗 可能忘了啊 所以 现在大家伙呢 其实并不是理解不了 而是 记不住 记不住以前的 所以现在正是牵练的时候 哈哈 正好明天消息 狂练 知道吧 就这种东西呢 一定是狂练 就对了 老师总是这么说 说只要你肯写 老师就有把 我把你教会 你要不肯写 谁都没把 我把你教会 好 往下看 说sev test等于 警号parameters.aa 有这参数吗 没有 怎么判断他没有 等于no 是不是等于no 如果是等于no 我就输出一个值 叫no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里 no就这么来输出的 ok 不多说了 这就是 if else 这个标签 消化一下啊 他不 呢 我 我 那